陸棺undert 快不毅了 想看看有就業機會有沒有聽走 我想理解一下要好的實習單位 甚至以後 пр正常職計劃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即将来临 在内地求学的澳门学址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而不少湾区企业也磨拳策掌 希望吸纳更多专业人才 近日在广州企南大学举行的 2019湾区澳门生就业实习校园招聘日 就有23家湾区知名企业为澳门学生送上 超过600个就业崗位和300个实习崗位 吸引了数百名在湾区就读的澳门生参与 主动出击的企业和初入社会的求职学生之间 唇窗舌劍 火花十足 在湾州 珠海 深圳去找一些相关的人才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珠海里有两个项目 所以作为一个人才的储备 现在的趋势和将来的趋势 都是要大湾区做一个很好的资源的整合 或者是优化的搭配 建基于我们整个产业化的步伐 我们都想在大湾区本地 甚至在广东省招募很多 可以帮助我们将科研城落地的人才 比如说国内升学的时候 我相信它已经目睹了很多国内 甚至大湾区的机遇 当然澳门学生来说 他也有一个亲情的问题 他也想来家近 我相信可能是我们都作为澳门的一个公司 也都可以在这方面 大家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一个配搭 在现场 不少企业招聘人员都选择主动出击 积极向学生介绍企业发展及招聘岗位 向学生描绘发展蓝图 而不少澳门生亦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规划 力求做出最佳选择 因为我读回会计系 其实我会想去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 其实后面那边有些银行 或者那些娱乐场那边 其实都有些相关的职位去 其实很适合我的 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直接在这边 应聘到一个适合的岗位的话 其实对自己回去的一切的处理 都是有方便的 现在大陆的经济越来越好 加上我自己本身是外语系的 所以我觉得在大陆的外语方面 发展得比澳门更加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大陆发展会比澳门更好 我是读人民专业 广州的日期会比较多 除了招聘活动外 澳门多个政府部门代表也到场 为澳门学生提供求息指引 现时整个湾区高校在读澳门生有三千人左右 期待在读澳门生占非常重要比例 汽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表示 学校也将从多个方面入手 为港澳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指导 令港澳学生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学校就是多管齐下 从课程模块实习就业 另外我们有专业老师的指导 随时的解答他们的疑问 而且跟特期政府 你看今天特期政府也很给力很配合 我们特期政府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来现场的解答现场的讲解 我想对让我们的澳门同学 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职业生涯 还有明确自己的这种他个性的特质 他能够在台湾区里面 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想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指引 政府支持 学校指导 企业参与 湾区澳门生可以说在毕业前 就拿到了实现职业梦想的金锁匙 相信未来他们一定能够 在大湾区广固的平台上 实现自我一展风采 我们的给予金锁区澳事件 我们的车命红队